如何正确把玩乌龟 嗨 大家好 这里是东龟先生的古法养龟频道 科普养龟知识 解答养龟疑惑 分享养龟方法 养龟 欢迎关注东龟先生 本期视频 东龟先生来说说乌龟把玩问题 东龟先生的老粉丝朋友都知道 东龟先生是不建议将乌龟拿在手里把玩的 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是乌龟普遍胆小 经常拿在手里把玩 容易把它们吓出病来 其实就是阴机反应 二是人体温度比乌龟体温高很多 特别是春秋冬季 人体手温与乌龟体温差距很大 经常把玩乌龟 这种温差容易让乌龟生病 第三 频繁把玩 势必也会频繁出入水 这样一方面水气温差可能导致乌龟生病 特别是春秋冬季 另一方面 放乌龟入水时 如果乌龟突然掉入水中 有可能导致乌龟摔伤或枪水 特别是家中有小朋友的 一会拿出来 一会放进去 乌龟发生危险的几率更大 所以冬龟先生不建议把玩乌龟 特别是刚买回家的龟 胆小的龟和小龟苗 强烈不建议拿出来把玩 有不少朋友说了 不建议别人把玩 为何自己经常将乌龟拿在手里 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把玩乌龟问题 不建议把玩 不是不能把玩 掌握正确的方法 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冬龟先生确实经常将乌龟拿在手中拍摄 但这些乌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养定且大胆的乌龟 比如冬龟先生手中这只大草龟 养了十多年 又是个傻大胆 所以事到拿出来把玩一会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养定的龟不容易出现因其生病 大胆的龟 也不容易因把玩而有心理负担 所以大家经常看到冬龟先生将乌龟拿在手中 但都是有选择的 不是什么样的乌龟都能拿在手里把玩 大家很少看到冬龟先生将小龟苗拿在手中 对于小龟苗 基本上都是尽可能不将它们拿出来 偶尔拍视频 也基本都是放在盆子里 拍完就赶紧放回去 不会将它们拿在手里把玩 而对于胆小的龟 即使已经养定 并且也能熟练切实 只要一抬手 它们就吓得躲水底 这种胆小的龟 冬龟先生也很少拿出来把玩 基本都是在缸里拍拍它们 简单来说就是 养熟且胆大的龟 在温差不大时 可以适度拿出来把玩一会 也不建议时间太久 对于乌龟而言 其实很讨厌被拿在手中的 拿在手中 乌龟两只手乱滑拉就是名正 不管养没养熟 胆小的龟都不建议把玩 特点就是见人就跑 或挥一下手就吓得赶紧逃的龟 都不建议把玩 什么时候养得彻底不怕人了 再拿出来把玩 小龟苗和新买来的龟 也不要频繁把玩 容易阴机 容易生病 最后春秋冬季尽量别把玩乌龟 温差大容易生病 不管何时何地把玩乌龟 都建议轻拿轻放 不要直接将乌龟扔入水中 以免造成乌龟枪水 以上正确把玩乌龟的方法 大家学废了吗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对不起 一定会带不着急 过要去观看 或是会轻轻地 不错 它就会带来 rak